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城住在 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 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Sulisha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在我手里面的这个闪闪发亮的这样一本书 其实这个包装啊 还有书的内页都做得很精致 包装做得很好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呢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Young Queer America 年轻的美国酷儿 那这本书呢 是上面有一行小字 它讲到的是LGBTQ青少年的真实故事和面容 我为什么会拿到这样一本书 就是因为我礼拜六又去修车 然后那个修车厂 大家都知道每次修车 要在那里等很久 然后修车厂旁边就是个图书馆 所以那个图书馆 就是上一次我没有在节目里跟大家讲到的 就是挑战彩虹型那个图书馆 所以我又一次进去了 然后呢 就把这本书 我就办了一张卡 我就把这本书给借来了 因为本来只是说在等的时候翻开看一看 就我一看的时候 我觉得实在是让我觉得又震惊 然后整个人又觉得特别不舒服 所以呢 我就办了一张卡把它借来 借来的原因呢 其实大致来讲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我的确不知道像这本书啊 他们的库存有多少 但是呢 我相信借走一本 我就希望少一个小孩 被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给洗脑 那第二点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本书啊 其实是他们的一本见证集 讲了他们自己就是这里面这些孩子 他们变成LGBTQ的过程 就是为什么变成这个过程 然后等等是他们自己写的这样一个东西 里面呢 年龄最大的是18岁 哦 这么年轻 所以这一本书里面其实都是未成年 哦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借这本书来看的原因 然后这里面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 9岁 是 那青春期就还没到 何止青春期 9岁的时候你知道什么 大概每天都想去动物园 然后每天都想去玩那些好玩的 吃好吃的 只是那样的年纪 就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年纪 连青春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年纪 大概 所以就是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 那这个整本书呢 收录了来自全美国15个州 73个青少年的故事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本书里面 就是我大概挑了几个故事了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就是这些东西到底都代表了什么 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这是我们最新的T-shirt OK 这个计划叫做夺回彩虹计划 左派侵占了我们的彩虹 侵占了神的一个promise 他们用了6个颜色彩虹 他们去掉了其中一个很壮的颜色 就是这个 indigo OK 叫深蓝色 深蓝色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蓝色跟紫色混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电色 那这个颜色其实代表的是royalty 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东西 是尊荣的一个东西 我们丢去了尊荣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想要我们做的东西 现在LGBTQ的不只是六色彩了 就是六个颜色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箭头 然后里面一堆什么黑色 粉红色 白色什么的乱七八糟 这个东西 那这东西呢 其实就是他们一个越变越多 越变越奇怪 就是怎么可能会有组织 可以把他们的棋子从很丑变得更丑 然后现在变得超级丑 然后现在每一年都变得越来越丑 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夺回我们的彩虹 彩虹是神给我们的promise 是神的恩慈 是神的慈爱 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 我们是要充满感谢的是 感谢神给我们再有一次机会 再有一次机会在这个地上这样继续做 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人生 来去做正确的事情 你赐给我们自由 我们就有自由 有义务 要使用你给我们的自由 来去做正确正义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机会 如果没有你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 彩虹就是一个雨过天晴 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我们的计划 红尘黄绿蓝定子 这个是所有 只要是华人都知道 彩虹上面七个颜色 而且这个七个颜色 圣经上面的确是没有说到说 彩虹只有七个颜色 然后上面红尘黄绿蓝定子 这个样子 但是你去看所有的犹太人的考古上面 然后还有City of David 然后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 这些壁画还有刻画 还有刻出来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八条线 八条线是什么 就表示里面原本都是有颜色的 那八条线就是七个颜色 所以说我们想要夺我们的彩虹 然后这个是Covenant 就是约 为什么 彩虹就是神跟我们立的约 然后这边是Eternal Promise 永远的契约 我们整个计划 就是要夺回我们的彩虹 彩虹是属于人跟神立下来的一个约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跟我们一起夺回我们的彩虹 然后这个会在我们的Coffee的店上买 好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Coffee的页面上 那链接我会放在下面 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衣服 如果说你也是觉得说 这个彩虹在现在这个月份 或者是在永永远远这样一个时间里面 对于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你也觉得说 这个设计还不错 因为这里是一个大洪水 那就是神彩虹的约定 就是说再也不用大洪水去灭绝人类的话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 你也喜欢 欢迎点击链接来拿到这样的同款的衣服 好那让我们接下来再回到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呢 我觉得里面可以发现的东西有很多 那首先呢 把这个书打开之后 它这个匪页上面有写到 就是说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上面呢 第一行字 它就在这里写到说 在现在媒体上 LGBTQ的曝光率是前所未有的制高点 但是同时反对LGBTQ的立法 正在对准酷儿和LGBTQ的青少年 这个queer就是所有的LGBTQ 他们所有的人 就是这个族群就都叫queer 哦 ok 然后他是说现在这种反对的立法是针对了他们那一部分的成年人跟青少年人 哦 ok 这很奇怪 因为在我的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 这些其实都是比较不好的字 对啊对啊 会是这个词也是不好的字 对 gay lesbian transgender 我小时候没有用过这个字 对 但是你在成长过程中像我们这一代人了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开始说变性是一个很勇敢是很好的事情 那包括在中国有让变性人有个特别有名的舞蹈家叫做金星 啊那他就是在中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舞蹈家 然后他就是一个男编女的变性人 好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啊 因为这里面故事实在是太多 然后我也没有时间说一个一个把它干完 因为真的是每一次看就感觉心里面好像很郁闷很郁闷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就是挑几个故事我有看过的 然后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他们这里面出现问题 或者是他们在讲述的大概都有什么 好那这本书里呢其实整本书一打开的第一个故事啊 在这里面讲到说一个18岁的一个黑人的女孩 她叫做Abby 那她这个名字全名呢就是Abidyl 如果要是大家读圣经就知道这是圣经中的雅比呆 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基督教的小孩在这本书里面 那这个女孩呢她住在Kansas 那她在出生之后呢她其实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抛弃了 之后她就被一个白人的牧师的家庭给领养 那所以呢她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长大 因为她这个养父就是牧师嘛 所以她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那么呢在她这个越长越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她就会发现说她自己写道 她就说大家怎么就开始歧视她 她说从很小的时候还好 但是慢慢长大大概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说大家就会对她开歧视的玩笑 她说因为呢她在的那个小镇就全部都是白人基督徒 她身边的同学就都是白人 只有她一个人是黑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她也发现了她的性取向 其实跟普通人都不一样 就是说她是一个女孩嘛 然后她发现她喜欢的是女孩 于是呢她在文章里面说到这是她自己写的原话 她说在Kansas这个地方当一个酷儿就一定会被霸凌的更惨 这个州最悲哀的就是对于酷儿群体的支持太少 我成长在一个白人共和党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我们被教导异性恋是唯一的性取向 我爸爸原来是教会的牧师 所以我只被教导了这样的观念 我们家庭的朋友全都是基督徒 所以像是同性恋这样的词是不允许在家里面出现的 这些老派的基督徒家庭反对婚前性行为 堕胎 同性婚姻 手淫等等的行为 那么在接下来她写这个文章里面 她就不断不断的提到说 我是一个黑人 所以我被不公平的对待了 然后我喜欢女生 所以因为大家都因为这样歧视我了 那么这样的心态慢慢慢慢在她随着年龄增长 就导致她变成了当地黑命贵的一个领袖 而且她参与了其他的很多的激进组织 其实我发现在这些文章里面 很多很多学生都是黑命贵的领袖 这非常奇怪 黑命贵跟LGBQ他们是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 那么她呢现在已经是一个纽约一个艺术大学大一的学生了 她觉得现在的生活让她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满意 那最后呢 她这个文章的结尾就说 我告别我过去悲惨的过去 我就在这里重新的再介绍一下自己 她说我是一名双性恋的黑人 一个基督徒女性 我对自己的身份非常非常的骄傲 我出柜的事情还没有跟我的养父母说 因为他们大概要花一段时间去接受 不过没有关系 我有一个接受我并且无条件爱我的亲生母亲 就在大概一两年前 她跟她的亲生母亲联系过 就是当时无条件抛弃她的 这样一个刚把她生下来 就是我不要了 这样的一个妈妈跟她重新联系起来 那么在她联系的过程中 她就跟她妈妈讲说我是个女同情恋 那她这个亲生母亲就是无条件的 就是说没关系 就是说这些事情没关系 但是现在对她来讲 就是养了她一辈子的养父母 包括她为什么现在能够上大学 就是因为她从小被好好的照顾 然后给了她很多钱 对吧 又去上学又去干嘛的 好好培养她 让她能够现在去上学 但她对这些人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激 她反而是这个从来一天没有管过她的亲生母亲 现在只是说我支持你的意识形态 我支持你是双性恋 她就说没关系 因为我拥有这样一个无条件 她说无条件爱我的亲生的母亲 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到很难过的一个故事 其实真的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感到非常难过 我这是看这个书 我一边看一边看气 我认识了很多的牧师 他们家的小孩都是出问题的 是 然后小孩都是什么同性恋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最后搞到最后牧师自己本身也会出来支持同性恋 然后说什么这是正常的 然后这是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然后什么的 因为这些人好像原来都是不支持的 但是只要是自己的小孩变成这样 他们就会变得无条件的去支持这些 然后会说服自己的想法 对 读一辈子神学院然后教导的东西这些都不重要 然后接下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洗脑他的会众 说你们都要支持同性恋 那这样子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是教会 那我觉得这些人很奇怪 就是这些人特别爱强调自己是基督徒 这也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很多的这些同性恋 还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你大不了就说 我不信主 我不信耶稣 我不信耶稣 律法我就是不遵守 但是这些人特别爱说我又是基督徒 表示什么 表示你根本就没有读过圣经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读过自己的圣经 很多的人他们读圣经 他们只读主日学老师教的那些东西 然后只读说什么 大卫萨格力 一开始什么什么 造男造女什么什么 里面的律法那些东西 还有先知书这些东西 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 我觉得这是 所有基督徒最糟糕的一个地方 就是可能当基督徒一辈子 都没读过圣经 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其实只要罗马书读又读就好了 如果说你要是律法的方面 就是这个到底行 还是这个到底不行 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人会自我欺骗 他就是看到了之后 说圣经里面说不行 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去支持自己犯罪的行为跟想法 包括很多基督徒现在 然后之前我有遇到过 信主十几年 也是被人调侃 他身边很多朋友就说 你这么爱讲呼音 你这么爱讲圣经 你以后是不是要被暗默 你以后是不是要当牧师 就这样的人 结果他搞不明白 基督徒能不能喝酒 能不能抽烟 所以他来问我 那当然我觉得 他是有点挑战的 这种还是怎么样的 他就觉得说 那你说基督徒能不能喝酒 因为他自己就是 每天醉酒的人 然后他说 那你觉得基督徒能不能抽烟 他就每天抽 大概抽两包那种人 所以你说这种东西 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 但他不愿意去做 就他觉得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是很难割舍的 然后如果说这些 他的这个爱好 他不做的话 他会很难过 或者不舒服 所以他就宁可 不愿意承认 或者是不愿意去听 这方面的东西 那除了这样一个故事之外呢 其实也在这本书里面 看到社会传染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之前我们有 做过一期这个节目 就是讲社会传染的 这个方面 就LGBTQ社会传染的这个方面 就说社会传染 到底是不是 就比如说这个人 他可能原来没有同性恋倾向 或者是没有变性人这个倾向 他到底会不会被其他的人 或者是什么各种信息洗脑了之后 他就说 我就是同性恋了 我就是变性人了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可以看到 他们自己都在里面承认了 那有一个13岁的男孩 他住在纽约 那么他讲到说 当他在一两年前 就是十一二岁的时候 他是从朋友那里 听说 有一个东西叫做non-binary 他听说有这回事情 在这里再跟大家刻骨一下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non-binary呢 就是认为大概自己 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 或者是不完全属于某一个种类 就是不完全属于男人 也不完全属于女人吧 我觉得这个 大概用语言很难解释 他们很多东西 我也不是很明白 但是他就说non-binary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的那个朋友呢 也是刚刚宣布 就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 就刚刚宣布说 我自己就是non-binary 他一听 哎呦 non-binary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一宣布了 大家都说 好啊好啊 你真勇敢的 你真棒啊 大人小孩全开始夸了 他说 这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这就帮助了他 开始寻找他自己身份的旅程 他一听说 我这个朋友变成了non-binary 他就回家 就开始上网去找 就是中文叫做非二元性别 他就跑到网上去找这些资料 然后他在找资料的过程中 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词 叫做gender fluid 就是中文就是性别流动 他通过查这个词 他又找到了更多 LGBU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他说 然后我就意识到了 原来性别这个东西是不固定的 我越看 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一会儿觉得我自己是男孩 我一会儿又觉得我自己是女孩 有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 然后他越看网上说的 他就越觉得说 呀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问自己问题 就是我到底是什么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应该如何让别人来称呼我自己 其实这个效应 大家其实都可以知道 gender这个东西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了 我打个比方 像说什么 之前的血型 你是什么血型的话 你的个性一定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越看的话 你就说这个就是我 还有像星座 这个样子的现象 其实到处都是 这会影响人格的情形 一直以来都有 然后专家会写出来一个东西 有的时候你去看报纸那些什么星座那个东西 与其说是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然后这个人把你写的一清二楚 还不如说是 这个人断定了你这个人应该要怎么走 然后你这个人的人格是怎么样子 这个事情到处都在发生 一直都在发生 而且不断的在发生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年纪最小最小的一个男孩 他只有九岁 那这个你很难断定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里面会讲说我的pronounce 就是我希望你管我叫男孩还是女孩 很多时候他说你管我叫男孩 你看那个照片 明明他就好像是个女孩 打扮成男孩的样子 如果他上面说请你管我叫女孩 你把那个照片 他的照片都很高清 你仔细一看说 这女孩怎么长胡子呀 你知道吗 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知道说 这个就是一个男孩 那他上面是说 好像是说要管他叫女孩 但是你仔细看看 他是男孩 那这个男孩呢 他说他叫Gaddy 一个九岁的男孩 他大名叫什么呢 叫Gabriel Gabriel是谁 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大天使 加百列 一个大天使加百列了 九岁了 他在这里说 他呢住在阿特萨州的一个小镇 那么当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小学三年级就现在吧 那他就是刚发现没多久 OK 他就突然觉得自己 什么呢 就又喜欢男生 也喜欢女生 有一天 在家里 他哥哥 他亲哥 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就说 你是喜欢男孩 还是喜欢女孩呢 你看这也很有问题 他哥哥 你在家里怎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以前的人不可能问出问题的 对吧 你一般就会问说 你有没有在学校里面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是男生 生理的是男生 OK 你这很难想象 以前哪会问 大人如果要问小孩 或者什么就问说 你在班里面有没有喜欢女生 等等等等 而且哥哥跟第一讲话 一定是比较粗俗的吧 现在的小孩脑袋已经不一样了 OK 跟以前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他哥哥就是问他 你是喜欢男生 还是喜欢女生呢 然后他就告诉他哥哥说 我两个都喜欢 那他当时觉得说 他哥哥是很值得 可以信赖的人 结果没想到 他哥哥转头就背叛了他 他在里面写说 我哥哥背叛了我 他非常生气 就告诉了他爸爸妈妈 结果后来呢 结果是什么 是在吃晚饭的时候 在餐桌上 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出柜了 然后他说他妈妈 就完全能接受了 他妈妈就没有任何怀疑 就说 你喜欢男孩女 OK啊 他妈妈就完全能接受了 他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他就写说 因为他非常喜欢化妆 九岁的男孩 非常喜欢化妆 然后他妈妈就让他 在家里面天天都化着妆 他妈妈还带他去打了鼻环 本来他爸爸是很保守的 很难接受这个样子 但是时间一长 这孩子九岁的男孩 打着鼻环 天天化着大农装 穿着高纸鞋 在家里化来化去 时间一长 他爸也接受了 所以到后来呢 他说我很感激呀 我爸爸跟我妈妈 很爱我 一起给我化妆 家庭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有一个正常的小孩 首先要保证父母是正常的 当我们把同性恋 变性人 双性恋这些东西 正常化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刻意妖魔化 正常人的时候 其实世界上就会变成这样 之前男生跟男生 男生跟男生之间的互相调侃 是很真实的 然后现在他的哥哥就会问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认真了 你喜欢男生还是 对 你说他哥哥会讲出 这个样子的东西 我相信跟他爸爸妈妈 教导一定也有关系 跟学校有关系 就是他生活的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 他在阿肯萨斯 是一个非常保守 而且Bible Belt的一个地方 他们是刻意挑 这些地方出来写的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作者的用意 是非常非常的险恶的 你想谁能够写一本 关于未成年 让未成年出来讲这些东西 他的用意是什么 你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不是说 你们LGBTQ community 你是大人 你搞同性恋 或者怎么样 这都无所谓 他们现在主要针对 就是小孩 而且一会我们 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把这些小孩 塑造成了一个榜样的力量 出书 对 而且呢 整本书里面 就是看到的 他们所谓的讲的 这些见证也好 你会发现 很多更可怕的 就是老师的教导 他们很多人在里面 感谢老师 说 我非常感谢 我很爱的老师 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要在 这个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大声呼喊 老师我爱你 你是我最棒的老师 因为老师 所以我才开始 发掘 我的 性取向和性别的问题 在我看了几个见证里面 很大的比例 都是在讲老师 就说谢谢我的老师 所以这些是 老师教导的作用 那这些呢 很多家长是正常的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 你把孩子 交到公立学校 就是这样的结果 你孩子一天 跟这些人在一起 八个小时 你知道这个老师 要教他什么东西 这都是老师 在背着家长 跟小孩讲的 你都不需要太多 你只要一个trigger 你只要大概 跟他讲几句话 让他听见了 他就 我可能是男的 可能是女的 就从此 把他这方面的东西 就给开发出来 然后他就可以 自己去寻找 你都不需要老师 听说你是女的 你是女的 你是男女生 不需要 大概真的就用不到 五分钟的时间 你一个trigger打开他 他就可以去 自己发几号 那我看了这个书之后呢 就看了一些建设之后 我发现这些孩子 有很多的共同点 一个是 很多的他们是 家庭是破碎的 他们有被亲生父母 抛弃的 抛弃之后 然后又被领养 还有就是 没有爸爸的家庭 是被妈妈单独 承养长大的 家庭很少有 是原生的 完整的 一般都是非常破碎的 然后这些小孩 通过家庭的破碎之后 给他们造成 心理很大的影响和伤害 或许他们自己都没有 意识到 就是家庭的破碎 对他们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但是这件事情 你从他们 后面的人生轨迹 包括他们现在 做出来的这些选择来看的话 原生家庭 对他们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还有就是 他们都不快乐 他们都是通过 转变了自己的性别 或者是 就是他们好像做了一个 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 之后 他们的人生才开始快乐 原来他们都是 我们说了 在班级里面都小透明 就是没什么人 会注意到他们 因为可能是 学习也没有说特别好 就是不是说一个 特别出彩的 这样一个学生 就是很普通的人 然后原生家庭 都那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不快乐的 而且他们人生 没有目标的 他们不知道说 要干嘛 就是普通上学的环境 反正就 每天就上学 写作业放学 每天都是这样 重复来重复去 重复来重复去 那他们 就是不快乐 但是通过 他们转变 他们的兴趣向 或者他们性别 然后很多人开始 夸张他们 都说 你真的很棒 就是有人开始 注意到他们 开始肯定到他们 就你们真的很棒 然后因为这个之后 他们又参加了很多 像黑名贵的组织 他们一下变成了领导人 他们一下变成了领袖 他们开始一下变成了 就是真的 他们觉得说 他们里面的潜能 被发挥出来 而且真的有人开始 在意他们了 或许以前他们 是有能力的 但是没有人在意他们 但是他们这一下 变成了这些激进 组织的头目 他们开始被重用了 他们开始被重视了 然后他们就说 从这个开始 从我转变我的性别开始 我的人生变得好了 我开始变得快乐了 因为这样的话 我结识了很多 知识道合的朋友 我这个人是有用的了 我在这地方 我可以在 我这一个岗位上 我可以发光发热了 所以他们变成了快乐的人 于是他们觉得说 我原来这些都不对 是因为我的 性向性取向没找对 你看我性向性取向 一找对了之后 我的这些 平步青云 平步青云的 我这个人生 马上就被改变了 我的人生也有目标了 因为他们现在就变成了说 那个打击基督教啊 这些 他们人生有了 这样的目标了 他们说我要帮助 LGBQ青年 不能变性的那些 我们要去抗议 我们要通过立法 怎么样 我们要让他去 他们有了这样一个 人生目标了 所以他们变得快乐了 所以他们觉得说 这一切的功劳 都是因为他们找到了 自己的性向跟性取向 而导致的 那还有一点 就是他们都是有 非常严重的 受害者的心态 你就看他们里面 很多讲到说 在学校里面被霸凌 那其实被霸凌这件事情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 其实都会存在的 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也有被人霸凌过 我觉得你只是要看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问题 或者这些事情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有的青春心男生 他就是嘴比较牵 他就是手比较牵 你就是这样的孩子 好想不发现 那很多时候 的确是 你说你会不会被人欺负吗 我以前很老实 我被人欺负很多 但是不会产生 一个受害者的心态 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 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反击 或者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 而不是说 因为他们欺负我 所以我就是一个弱者 我就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 你看到这些人 当他们真的完全 接受自己受害者的心态之后 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想法 就变成了那个样子 这是对他们自己来讲 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我觉得快乐跟不快乐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他们所有人的重点 因为他们在找的东西就是爱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找爱 我们就对爱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空虚 然后很不真实的一个东西 就像我们在看电视想说 那个就是爱 然后我们看这样子的父母 然后可能那个就是爱 然后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来去 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得到爱 那现在每一个人都喜欢上这个TikTok 然后什么Facebook 然后就得到别人的赞赏 他们想要用这个方式来得到爱 得到注意 然后注意到了之后 就说你看我怎样 我最勇敢 我最厉害 你看我做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不敢做 然后我最特别 我最独特 我比这些人都还要独特 比这些什么基督徒 你看基督徒的这个想法都一样 然后信念也都一样 思想也一样 读同一本书很奇怪 但是我不一样 我就是跟这个世界不妥协 这样子反而变成一个 他们凝聚他们力量的一个方式 那还有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有心理疾病 他们有尝试过自杀 有尝试过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悲观 非常非常悲观 然后你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说 是不是死了就会好一些等等等等 这是很多曾经尝试过自杀的人 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和一个想法 所以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 还有一个就是 尽管他们很多人是生活在基督教家庭里面 其实你看这些小孩的名字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会给他们取账的名字 然后也讲到说 有些这个父母也是牧师 但是他们虽然在那个里面生活 或者被这样一个文化所影响 但是他们其实没有被教导 就是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不懂圣经的世界观 就像第一个女孩 她虽然领养她的是一个白人的基督徒的牧师 然后从小她也知道说 同性恋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然后变性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包括堕胎这些东西都是不对 但她就是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不对 她只是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教条的东西 她觉得说 因为你属于这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不允许这样 那你就是遵守这个组织的行为 但是她没有从根源去了解 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行 就是比如说堕胎 为什么堕胎不可以 我觉得是没有人去教导她这些东西 所以她觉得说 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是那么古板 她里面用到一个词说 这些old school christian 她是这么说 就是说这些人太死板 太古板 太老套 但她没有明白说 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信主 刚信主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东西 就是我那时候 我有很多人 他们没办法回答我 任何东西 然后直到我自己 离开教会 然后之后回到教会之后 我自己读圣经 然后我自己读十诫 然后我去想说 为什么要有这十诫 然后我自己去查资料 说这十诫后面代表是什么 然后这十诫跟我们的生活 有多大的关联 就是我之前在风收华夏 讲到那个内容一样 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想过的 对 那时候我第一次小组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小组的组员说 为什么神说不能有别的神 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 这就是基督教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就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所以说他就是 你就不能有别的神 或者他们就说你要忠诚 对 等等等等的 因为他创造你 所以你就必须得听他 对 那你这个要是 那个没清楚的人 或者是木道友 他们就说 那为什么他创造我 我就必须得听他的 对 就他创造完了 他又完事了 干嘛还非得让我听他话 后集权呢 对 所以说要了解 世界里面的内容 要了解所有律法 了解每一个 圣经里面这东西 这东西其实是 教会跟父母 要去教给小孩的 你如果不教给小孩的话 小孩就会用他们的方式 去合理化这个世界 对 那通常就是变成那个样子 就像为什么进化论 他们会接受 因为进化论讲的很简单 就是说 现在有这个样子的东西 然后石头 水 然后呢 过了好几千年 好几亿年 好几什么什么什么年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变成一个单细胞生物了 他们也没有给你任何解释 他们也没有给你任何这个东西 只是告诉你说 因为过了好几万年 然后又是闪电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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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对 当他们把时间当成神的时候 整个这个价值观就全部都崩溃了 我们常常讲说时间就是金钱 这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 你不但高举了金钱 而且还贬低了时间 你还把时间当成了神 然后你还要追求金钱 然后你就等于就你要追求时间 所以这东西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 等于说就是我们如果说不能了解圣经的话 我们如果不静下来 然后去解释这些东西 给这些人听 给我们的孩子听的话 他们走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东西 他没有学到真的 他就会从外面学假的 因为他好奇心始终在这里 他也想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 那你如果要是不教他 OK 那个黑明贵怎么教他 他就怎么听 对吧 LGBQ怎么教他 怎么听 这个变态的老师 等等等等 网络怎么教他 他就怎么听了 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真的 而且他会觉得说 圣经不包括这些内容 圣经只是包括那一小部分的内容 这些世界很大 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很多 这本书没有办法给我答案 它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们在讲到说这本书的目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本书存在的目的 它完全就是用来塑造错误的榜样 也就是我们可以讲说是塑造错误的偶像 他们是非常鼓励所有的小孩子照着这样的事情去学习的 你会看到他们每一个在后面 每一个见证结束之后 最后一段 全部都是在鼓励 那鼓励的话 那可以真的说是偷心偷背 你可以的 我都可以 你也可以的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困难的 做你自己 你不要害怕 每一个人 七十三个里面 到最后是讲出如此之鼓励的话语 告诉你说 你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你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你可以做你自己 等等等等 那他们塑造这样的错误的榜样 就是要借此来推翻基督文化的价值观 要推翻家庭的这样一个观点 在门都讲说 爸妈很蠢 我爸是牧师 很傻 不要听他讲话 他们就是完全 不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 跟不上潮流了 看风流人物 还复今朝 每个人都是抱着 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榜样的力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它可以是一个好的东西 也可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 那榜样力量 就是真的那么重要吗 或者是真的那么强大吗 其实圣经里面 讲了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很多 非常棒的榜样 而且圣经里面也一直强调 榜样的重要性 像彼得先说 二章二十一节在这里说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行 这个很重要 就是耶稣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巨大的榜样 我们要看他怎么服侍人 对吧 我们教会里面一直会讲这些 就是我们要看耶稣怎么服侍人 然后我们一直要看 耶稣是如何的谦卑 如何的柔和 然后他是如何的去爱人 而且我们要如何跟随 耶稣的教宗一起来行 耶稣也是道成肉身 把神的话活出来 让我们看 让我们真正可以知道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如何去学习他的样式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榜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旧约也看到很多榜样 不管是新约旧约 对吧 你说十二个使徒也好 那个保罗也好 对吧 然后包括像以赛亚 那个但伊里 所有的这些人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榜样 那么新约中呢 也出现了非常多次说 要我们效法神的样式 然后罗马书 十五章十五节 在这里说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讲了很多很多 就是说告诉我 我们一直要效法 要效法 为什么效法 因为有一个榜样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学 我们要跟这个人去学 我们就知道 如何能够做好 而且如何能做一个 和神心意的人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会去翻圣经 说耶稣是如何对待罪人 对吧 耶稣是如何等等等等 那我们就说 我们要照这样一个 榜样的力量去学习 那同样在圣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说 千万不要学习坏的榜 彼得先书一章十四节说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 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约翰三书一章十一节说 亲爱的兄弟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而且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说 如果我们要是效法恶 有非常不好的结果 在等待 真言二十二章二十五节在这里说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 自己就陷在网络里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 那里人的行为 你们不可效法 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 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所以在这里面讲到非常清楚 有好的榜样有坏的榜样 好的榜样耶稣基督 包括这些圣徒们 我们要学习 坏的榜样就是像什么 迦南地的那些人等等 里面举了非常多坏的例子 如果你要是去圣经里面搜索 你去网上搜索 就是效法这一个词 出来非常多 那一般都是两种极端 要不是效法好的 要不是就是效法坏的 所以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按照这些坏的去行事 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英雄 然后都有榜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worship什么样的英雄 我们这个时代庆祝这样子的英雄 我们就会变成那个英雄的样子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鼓励好的 称颂好的 称颂良善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称颂救人 我们称颂捐钱 我们称颂去盖学校 我们称颂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如果说我们支持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世代支持的是这个样子的方向的话 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走 如果我们的世代是支持什么LGBTQ 比如我们支持变性 我们支持没有border 我们支持大麻合法化 我们支持乱七八糟之后 我们的世代就会往那个样子的方向走 就是各位有看超级英雄 像Marvel里面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小孩看什么样子的 这个超级英雄的卡通 我们的小孩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现在我们的这个超级英雄 变gay的变gay 变黑的变黑 变什么变什么 他们就是会变成那样 他们就是这样子好的 因为英雄也这个样做 美国的第二任总统John Adams 他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当美国人 一定要有榜样 我们可以设想出来一个完美的人生 然后他是怎么样活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就是要学他去做 学他去做事情 慢慢的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们就会变得跟他一样 我们就慢慢变得跟他一样 变成我们心中的好人 等于说他的好的行为 是靠自己不断的努力 然后去做 然后去来去达到这个样的东西 那他说 他觉得最好的榜样 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的世代的榜样是什么 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孩子 你们的榜样是他们那个样子 他们给了你一堆鼓励的话 你可以 非常非常可怕 其实很多人 他们如果不认识神 没有读过圣经 或者是哪怕读过圣经 但他们会把这些榜样当成偶像 这个榜样是他们 断定善与恶的一个标准 就是榜样这样做 那就是好的 然后榜样不这样做 那那事就是坏的 就是不好的 那如果说榜样变成了同性恋 那这事就是好的 所以他们是靠这个东西来 做一个分辨善恶的这样一个取舍 那这个时候就谈到说 我们能够做什么 对吧 其实呢 之前郑立行牧师来加州的时候 他也跟我们一些教导 我觉得是非常受用 他跟他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他就说 这个 你像以前诺基亚这个手机流行的时候 是吧 大家就都用诺基亚的那个时候 要不就诺基亚 要不就三星嘛 大家都 我那个年代都开始那种 突然 大家都开始换成苹果手机了 但是苹果手机从来没有说 你诺基亚太烂太烂太烂 苹果不是用这种方式上 大家去用它手机的 而是它推出了更好的产品 大家说 哎呦 苹果好啊 所以他们自己主动就说 我要用那个更好的 所以他们就跑去用来了 那作为基督族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更好的产品 因为我们每个人 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们就是有见证的生命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来说 就是分别为胜的那一群人 就是那每一天 就是快乐 笑嘻嘻的 你不知道他到底在笑什么 然后活得很开心的这样一群人 而且是有生命 有意义 有目标 这样一群人 那我们就是应该活出 神给我们的 已经是得救的 而且是有荣耀的 而且是基督族的生命 让他们看见 说哎 这群人是快乐的一群人 这群人是有爱的一群人 这群人是从来都不忧虑的一群人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他们就会想要来了解你的信仰 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是 我们有比LGBTQ更好的产品 而且我们的产品是在世界上 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 能够生活的产品 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地义也好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等等 带你去乌托邦 这样一系列的思想行为也好 我们的生命就是活生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想要的是方向 年轻人想要的是 有明确的方向 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有太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有太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有好多教会 在芝加哥 我们要开一个大会谈 然后要来找我们教会的合场 你在芝加哥 合场就在你旁边 你在洛杉矶 合场就在这个地方 外面这么多的homeless 然后这么多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这么多妓女 这么多sex trafficking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的时候 你的合场就应该在你的neighborhood 不一定一定要去什么 其他的国家短宣 然后去什么什么之类 如果你有这个calling很棒 但是你要活着有方向 太多基督徒没有方向 太多教会没有方向 很多教会只觉得说 我的人数要变多 我的人数要怎样 我要变得跟那个教会一样 我的敬拜团要什么样 我的敬拜的首领要什么 什么样的设备 然后什么什么 谈什么样的歌 然后可以唱出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我们可以拍成YouTube 然后怎样怎样 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AI news目标很简单 就是追求耶稣 就是追着耶稣 就是抓着耶稣的脚步放 然后就说我想要帮你传福音 我想要改变这个时代 我想要救小孩 我想要停止堕胎 我想要停止杀戮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方向 特别是基督徒 对那当你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你就已经树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 你会为你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而且不仅仅是你自己家中的孩子 你会让所有接触到你的人 他们都会看到你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所以不要害怕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也不要以福音为耻 不管是对你的家人还是对你的孩子 或者是对你认识的人来讲 因为你要知道他们的灵魂是非常宝贵的 而且你也珍惜他们的灵魂 你也希望他们能够像你一样得到永生 所以不要害怕抓紧每一个机会去传福音 而且不要害怕任何一个你可以发生的机会 真的要靠神做一个坚强的 而且是真正的基督徒 那么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这里讲到说 他叫众人和门徒一起过来 对他们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 因为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 但为了我和福音而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他还能用什么换回生命呢 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 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道为耻 人子在父的荣耀中 与圣天使再来的时候也要以他为耻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 因为耶稣在这里讲说 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已经够淫乱 真的已经够罪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做 耶稣在这里讲的人 我们不会以福音的道为耻 对不对 我们当然是希望用这种方式 能够让更多人去得救 而且豁出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 我有去过一个 它是一个基督徒开的一个城市的 这个什么演讲的那个东西 然后他有邀请我去讲 我写那个演讲稿 然后我发上去了之后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谈到宗教 然后可不可以不要谈到政治 然后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知道就是只有基督徒在怕这个 对 只有基督徒在怕这样子的东西 OK 佛教啊 道教啊 这东西你讲什么都没关系 你去上面卖佛珠 别人还说哎呀这个都多好 卖个水晶哎呀这个还会吸取你的那个灵气 只有基督教在怕 只有基督教在怕别人在背后说他们 只有基督教不敢去传福音 只有基督教在这个世代 这么混乱的时代 关在教会里 然后说我们只要为世代祷告就好 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 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圈 去外面传福音 用你的生命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不是我们教会里面合一就好 教会这个样子的话 永远不可能合一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这个LGBTU这个月份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图书馆呢 如果你要是去到图书馆的话 或许你大概也会发现这样一本书吧 或者除了这本书之外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书 都是在图书馆里面 那你有没有翻一翻看一看 有没有让你感觉说 好可怕 我们现在的孩子都在经历什么 或者是你对这些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什么你的独到的想法呢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萱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